本期话题 龟头上长小肉粒不痛不痒 是怎么回事 张志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龟头上长小肉粒不疼不痒 大多数我们都叫珍珠样丘疹 那珍珠样丘疹 一般它都围绕着 比我们冠状沟周围有时候长一圈 那么有时候可能还形成一种 跟小毛刺一样 或者就是比如在我们的细带侧 可能也形成这样的 就我们称为的小肉粒 那这种叫阴静珍珠样丘疹 那珍珠样丘疹 它是皮肤的一种良性增生 那这种增生它对我们来说 身体是没有什么样的损害的 也不会造成我们什么不适 一般来说我们就定期观察就行了 当然有一部分病人 比如我刚才说 它这小肉粒形成小肉刺了 那有些病人觉得这个 好像觉得不雅观 那有些可以做激光 做冷冻 可以把它处理掉 绝大多数的病人 那么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皮肤的良性增生 就我们身上 其他长个质 长个粉刺 它到底是一样的 不用特殊的处理 当然来说 如果说我们除了细带侧 或者其他地方 一个偶发的 比如我们形成一个小肉粒 对吧 如果只是不是说一圈 它长得很密的话 这时候我们还要 就是要有一个提高警惕 就有时候我们在一种疾病叫 尖锐石油 咱们这个性病 尖锐石油的早期 有时候也可能是这么一个表现 如果它在生长 在持续的生长 那增长得比较快 那第二来说呢 如果说我们还曾经 比如一个月以内 有过这个不节的性胶 这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要看它是不是尖锐石油的一个早期表现 如果说你这个小肉粒 它在一直的生长 那么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这时候还是建议到医院里面 叫医生帮你就是诊断一下 让我们看是不是有病例的情况 包括咱们和尖锐石油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 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也是 所以说呢我们就说 当我们这个小肉粒的时候 如果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 也不疼不痒 我们可以不管它 如果这个小肉粒 那尤其是局限的单发的 那么的话它并且来说 它有持续生长的话 那我们要及时到医院里面就诊 感谢观看